新書介紹 不需要縫合的嶺口旺下 鵬針的嶺口旺下 看封面就不太吸引 但裏面的衣服有多漂亮 我們看看裏面的內容 這個就是配色的嶺口旺下 其實這個平針比較簡單 在四條拉克藍線一直加針 現在這個配色就是灰色、米色和紅色 下面都有其他組合 可以隨你自己 另外這一件是藍色、米色的 背心款式的嶺口旺下 一直在兩個肩膀肩位加針 這些都比較容易做 另外這一件是戒拉王 戒拉王這個就是做一個麻花的花樣 一直扭醒,然後往下長袖 就長短,就隨你自己 另外這一件就是麻花加有通洞的嶺口花樣 圓嶺、嶺口旺下 這個都幾容易做 長短,就隨意 好,另外這一件就是兩條欄的 比較粗一點 它一樣都是簡單的 高低針花,你看到都是四低一高 然後就有兩種顏色 它這個袖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拋拋袖 好,另外這兩件就是長短不同 都是嶺口旺下,普通的起伏天跡 好,另外這一個就是配色 你看到它織了一個嶺之後 就去跳一邊圈,這麼暖 再次找了一個 如果喜歡配色的朋友 這些就好好玩 另外這一件也是 兩種不同款式的配色 那就一邊一邊去斂墊 就可以織下去 好,這一個就是 拉黑蘭鳊的 一個沒有毛的 就加了普通的 industrie 就是用來做嶺口和袖口 好,呢 另外一件都是用麻花的两口黄霞,灰色一路就加针 之后就分开继续三针和酒 这个就有个通花和波浪边,波浪边那些随意 它都是通花一路这样散开下去 另外这一件就有个中皱或者你叫短皱也可以 然后就有长袖款,两款就是随你自己做 它是用了一路加进去,那个领口是起伏 另外左边红色就是一个今年伸出Topspy这个线 这个线材就一路领口往下 上面是一个简单的通花的花样 下面就是一个深一点的棱形的树叶型花样 右边这个Dirty Pink这一款是一个领口往下 由领下去的一个披肩 它是今年的新鲜Moise Moise 另外这个蓝色也是两口往下 它也是拉核蓝籽的 一路就落到背脊这个位置 它后面就这里有个扭绳 然后就一路做下去的时候 就是高底枕和有点分散的架枕 这里就会有个隐反做个弧 前后变了它的形状有点不一样 好了 右边就是线材的介绍 后面的工具 图样 中间有些步骤 好了 今次介绍是这么多 我是Judy 多谢收看 拜拜 拜拜